中华文明历史悠久 在古人的一举一动里 我们得以窥见历史 五千年的风云变化 更是发生了很多 至今也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1964年 云南省祥云县要修建机场 于是便在大波那村 开山取石 然而就在凿石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了一具棺材 但这不是普通的棺材 而是一口用青铜铸成的棺材 铜棺重约五千斤 长两米宽0.62米 高0.64米 厚约1.2厘米 经专家鉴定 这是一具战国时期的木国铜棺 并且是云南发现的最大青铜器 棺杆有两块盖板组合成人字形 棺底四端各有支角 将棺体撑离地面 在棺杆的外层 柱有鹰 燕 虎 豹 猪 鹤等图案 文图细致 图案精美 充分说明了当时的青铜冶炼技术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独特的藏俗 高超的冶炼技术 似乎都证明两千多年前的云南西部 可能存在着一种滇西文明 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 人们对文物保护也没有任何概念 种种因素导致考古人员到达大波那时 发掘现场已经惨不忍睹 多年来 有关这具铜冠的秘密 也成了未解之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几十年后的另一个发现 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诡异起来 2013年的冬天 大波那村的村民在挖水塘时 突然挖出了一块棺材板 于是立马联系了云南省博馆 挖出铜冠的大波那又一次发现了古墓 考古人员都非常兴奋 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经过探查 这里竟是一个墓葬数量超过20座的古墓群 更让大家兴奋的是 这些古墓群的年代也在2000年以上 也就是说 这些墓葬的年代和之前发现的铜冠 基本上是一个年代 这一发现 也意味着铜冠的秘密有可能被揭开 那么墓葬群里究竟有何发现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 在编号为M15的古墓里 出现了四块底板和四块侧板 交叉拼接的现象 这是高级墓葬里才会出现的果板 身份越高 果板的层数就越多 而50年前 大波那铜冠出土时 在其外面也有四层果板 同一年代 同一地点 同样包裹着四层果板 那么 眼前的这座M15墓葬 会不会也有一口铜冠呢 随着发掘的深入 铜冠并没有出现 显露出来的 只是一具木棠 木棠保存相对完好 木材上的纹路 也清晰可见 随后 考古人员 在墓葬里发现了 包括青铜杖手 青铜发簪 以及 圈金干 在内的陪葬品 共280多件 在棺木的夹缝中 还发现了一把铜毛 但最能说明牧主人身份的 是一把 带饼的青铜月 青铜月 作为一种礼仪象征 它与王者如影随形 是古代部落首领的信物 这把青铜月 行自鹰嘴 刚好和大波那铜冠上的 飞鹰图案相呼应 专家推测 这座墓葬的主人 至少是一个部族首领 那么 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 这座古墓群里 还会有哪些 不同寻常的发现 就在此时 伴随着一阵尖叫声 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考古人员在一具棺果中 发现了蓝色骨骸 发掘现场顿时沸腾起来 这些蓝色 并不是简单的 随着在一股表层 而是已经深入骨骼 发掘继续进行 此刻 人们正在提取一件 更为特殊的棺木 它是整个墓葬群中 唯一一具独木棺 独木棺 由一根整木加工而成 先将原木劈成两半 然后挖空中间 最后将死者置于其中 能够使用独木棺的人 地位可想而知 据统计 这举独木棺 重量达三吨 为了把这棺棺木提取出来 考古人员找来了专门的起钓设备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这棺巨棺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人们希望从这具独木棺里 找寻到更多线索 考古人员在对独木棺清理时发现 这具棺木的表面 居然没有巨痕 留下的只是砍销和凿挖的痕迹 专家推断 这具棺材的制作 可能是由战国时期常见的 青铜斧或青铜月加工而成 独木棺宽二十七公分 高为十七公分 长度只有一米三六 如此狭小的空间 显然放不下一具成年尸体 随着专家在独木棺里 出土了一把木饼的青铜小斧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三颗人的牙齿 考古人员据此分析 葬入独木棺里的不是带肉的尸体 而是骨头 考古学将此称为二次葬 二次葬是人死后 先用埋土 风化 水晶等方式处理肉身 等肉体腐烂后 再将骨头剪出来重新安葬 这些木葬中发掘出来的遗骨 大多都已散碎 成堆的堆放在一起 从这些遗骨的数量来看 专家推断 木主人并不是单人 而是多个人合葬在一起 最多的就达十几人 而此前发现的蓝色骨头 也不断涌现出来 两千多年前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遗骸为何会呈现出 怪异的蓝色 此刻大家众说纷纭 有人猜测 木主人会不会是中毒而死 才导致的骨头变色 但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中毒而死 骨头确实会变色 但人骨呈现出蓝色的 至今没有看到过 而且 这些遗骸上的蓝色 纯度很高 人在中毒身亡后 就会停止对毒素的吸收 所以 这些骨头 根本吸收不了太多毒素 专家对这些遗骨 仔细观察后发现 骨头上的蓝色物质 分布并不均匀 多数都是骨头的一侧 颜色较深 另一侧较浅 人们推断 这是人为染色的结果 经检测 这些遗骨 多是20至25岁的年轻男性 也有少数女性 那么 这些人究竟为何而死 他们的骨骼 又为何被染成蓝色 发掘至此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这些遗骨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发掘的十几个墓葬里 蓝色遗骨 主要来自几个大型墓葬 而较小的古墓里 只出土了普通的人骨 专家由此推断 蓝色骨骼 可能意味着身份的不同 有可能代表着高贵的地位 云南的历史 要从西汉原封二年开始 历史上 大波纳所处的 滇西大理尔海地区 是文化的交汇处 地处西南要塞 连接着中原北方 同时又是去往缅甸和印度的重要通道 自古以来 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根据随葬兵器的磨损程度来看 两千多年前 这里极有可能发生了战争 这些人极有可能是征战而死 据当地人介绍 这个古老的村落 有着不平凡的过往 大波纳人称自己是白王的后代 在大波纳有一座 名叫绣球山的墓地 这里埋葬着大波纳村 祖祖辈辈的仙人 墓地根据姓氏 被划分为多个区域 他们在藏俗上 也有很大的区别 专家发现 在大波纳籍周围地区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 各种不同的藏俗 云南省大理州 冰川县 这里灵星分布着很多村落 其中白阳村 有一片远古的遗址分布区 经过长达两年的发掘 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防纸 荷桃 石器等文物 除此之外 还发现了大量的红色遗谷 这些遗谷 距今已有4100多年的历史 专家推断 这是一种特殊的藏俗 古人用氧化铁 把遗谷染成红色 他们认为 红色是权力的象征 除此之外 红色还能驱逐邪恶 而大波纳被染成蓝色的遗谷 可能也是古代众多藏俗中的一种 将死者的遗谷染成蓝色 就有可能是对牺牲者身份的一种认可 那么 这些蓝色的物质究竟是什么 考古人员将部分蓝色骨骼 打包送往省级试验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这些蓝色物质是磷酸亚铁 俗称蓝铁矿 蓝铁矿原本的颜色接近无色透明 然而在光照下 仅仅几分钟内 颜色就会变成明亮的绿色 如果氧化继续进行 颜色将持续一系列的转变 直至变成发蓝的黑色 地球上有多种蓝色矿石 为何大波纳的仙人 先选用蓝铁矿给骨骼染色呢 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还未曾可知 大波纳的考古还会继续 她的神秘面纱还有待揭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